今天阿辉刚好要去给老板送合同 所以就会去到他的家 阿辉就想给大家看一下 泰国的豪华别墅是长什么样 听说最少这里都是要5000万太租以上的 进来就是一个客厅 5000万的房子果然不一样 一坐起来就非常的舒服 其实一进来的话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里的小花园 如果是我买的话 肯定会在这里挖一个泳池 饮食休息天 在这里吃烧烤 在这里游泳 跟家里互动搞partie 哇真的是很有幸福感 走我们到二楼看一下 二楼呢主要呢是分成三个房间 一个大客厅 还有两个卧室 一进来呢我们就发现 为什么这套房子这么贵呢 你看这个卧室虽然不是主卧 都比一般普通的主卧大了 还有自己的阳台 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这个呢也是第二个卧室 也是非常的宽大 也有独立的卫生间 还有自己的私人阳台 好了 接下来我们到三楼看一下主卧板 一进来呢就会看到好大好大的一间房 像这么大的空间的放着床 然后自己穿着打扮的衣帽间 还有自己的独立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呢说实话比我自己的房间还要大 还有很大的浴缸 豪华别墅简简单单的看完了 这套别墅的设计风格呢 就是现代感的风格 很适合我们年轻人 也让阿辉心里种下了种子 要努力工作 有动力以后呢 也让自己呢 住上这么漂亮的别墅 我们下期见 拜拜